基東市長謝國良給予現年82歲的苗華昌老先生一個溫暖的擁抱 也讓苗老先生感到無比的溫暖 給予熱情的回應和感謝 你第一個市長來訪問 從來那個市長都沒有來訪問 所以你這個市長真的很好 快要農曆過年了 在基東市政府社會處老人福利科長黃世雲 以及中沙里長廖文雄陪同下 基東市長謝國良特地到中正區探視現年82歲的獨居長輩苗華昌老先生 關心老先生的身體狀況 特別是膝蓋的健康問題和日常上的需求 市長同時也致贈市政府社會處準備好裝油保溫品 以及帽子和襪子等保暖物品在內的福袋 預祝長輩新年快樂 而苗老先生也回贈由社區書法老師指導下 自己寫有上扇落水的春聯 給市長謝國良感謝市長的關心 天氣寒冷那我們來看一下伯伯 那看伯伯一個人住其實也是蠻捨不得的 那我也請伯伯有多打電話給他的兒女 周末有空的話盡量回來看伯伯 那伯伯剛剛提到的一些需求 我們也會盡力來協助 那也鼓勵伯伯健康最重要 還是要積極的做更多的好的醫療 讓自己的生活品質更好 那也祝伯伯新年恭喜新年快樂 非常感謝市長 不會不會 非常感謝 不會不會 好 那就這樣囉 由於苗老先生自己一個人獨居在中正區 因此特別懇求市長 繼續開放平常提供長輩老人家 可以上課學習的地方 比較不會感到孤單 市長謝國良則是主動把自己的手機電話 輸入到苗老先生的手機裡面 提醒苗老先生有事情的時候 都可以打電話給他 讓苗老先生十分感動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